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晚上 今天早一點和大家做節目 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額 可以小額捐款給我 也希望多多支持台灣香港協會的事業 也希望大家能夠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贊助支持火金本日 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講一些 繼續關注昨天講的事 因為昨天做節目的時候 是一個突發新聞 英國警方5月13日 起訴三名男子 三名香港有關的男子 其中是否全部都是香港人呢 好像20位不是 但無論怎樣都好 三名男子 違反英國的202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 National Security Act 就是指控兩條罪 就是該法的第三條 第一和第九段 涉及協助香港情報部門 搜集資料 甚至是入室入屋去強入別人的住所 另外是同法第十三條 第二和第七段 涉及外國干預罪 分別可以最高判刑每個人 每條罪最高可以判刑14年 這個就是202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 當然在這個時候 我昨天做突發的消息報導的時候 時間太倉促了 也沒有辦法有這麼多資料可以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看回他的起訴書 網上都有這個有關的起訴書的一種原文 也都有看回中文的媒體的報導 尤其是很精彩的就是香港很多很出色的一些小媒體 小媒體它們人力物力不足 但是依然盡心正義的報導 包括獨立媒體、雜誌社、renews 還有在英國的追新聞 還有在這個台灣的光傳媒 那我就綜合了一些資料 今天就是詳細地和大家報告 Facts 是什麼 那我綜合這五個媒體 基本上是做一些筆記 也希望和大家分享有關的一些資料 以及作出一些分析 那作出分析 我就不知道這一集會不會超時 希望大家海量摩涵 那大家知道這個 這樣的起訴是相當罕有 那為什麼會起訴呢? 那是涉及到一個很意外突發的事 那我稍後會說回這件事 就是和Monica有關的 但是說Monica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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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之前 我們最重要是說回這一個 究竟是什麼件事 在星期一 起訴這三個男子經起訴完畢 問題為什麼要提信呢? 是因為要涉及到 要被他們保釋 抑或肌壓 那結果就是有條件地保釋 根據Westminster Magistrates Court 西文裁判法院 那個裁判官員 Luisa Chutiora 那他就是有條件保釋 給他們呢 基本上是 會附有幾個條件 第一交出旅遊證件 以及禁止他們出境 那第二呢 就是蕭禁令 就是晚上的10點鐘 去到第二天早上的 早上5點鐘 禁止他們離開住所 第三 每個禮拜呢 需要向警察報道 第四 他要知會警方 他用什麼的應用程式 用什麼的收法 任何的訊息 一定要講清楚 Email也好 Whatsapp也好 Signal Line Twitter Whatever Facebook 即他用什麼的通訊方法 包括電話 電腦裡面的應用程式 以及任何的messaging 的一些平台 第五 是不可以刪除任何的對話內容的 一旦看到他刪除 即時收監的 第六 就是說呢 接受可以隨時被警方 或者任何國安人員 檢查他們的手機訊息內容 即這幾個條件 就是他可以保釋的條件 從事後呢 就是 法官 即裁判官說明 5月24日 下個禮拜五 不是這個禮拜五 不是下個禮拜五 即下個禮拜五 就會交付給中央刑事法院 去再信 即再次提信 這個俗稱叫奧貝利 貝利是一隻 就是走了 奧貝利的話 就是說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事件 因為他做case management 就是案件管理 即是說得白一點的 爭點整理 即是所有的案件 無論是民事刑事的話 現在的 現代的民事刑事的司法 是必須有個case management的procedures 即是說 雙方要對一些admitted facts 要這個大表 即是好像我們前幾陣子說 劉世良的一些事情 admitted的事情 即是大家不爭的事實 有個列表 有爭議的重點是哪個地方 比較容易 有時候去開庭的時候 集中處理爭點 這叫做爭點整理 也就是 英文叫做case management 案件管理 這就是重要的 就是看看哪些事情 是大家都是 控辨雙方都承認的事實 哪些事情是有爭議 哪些事情 跟這個控罪元素 構成要件有關的 集中去討論這些問題 這個是所有 譬如我討論刑事法律的案件 譬如說 民事的案件 刑事的案件 都要討論這些基本的構成要件 那我想這個是 我們希望做得到的一件事 那麼 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好 看看三個被告 三個被告 第一個 當然是最重要的 三個被告是次序之分 不要搞亂 最上面是ETO 現在就不是被告之一 ETO就是 香港特區 應該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駐英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貿辦 ETO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這個經貿辦 下面呢 他有個處長 這個不是被告 處長就是叫做羅新安的 副處長呢 以前那個叫做葉毓 現在就叫做王海玲 現在王海玲 他都出席 我記得王海玲的樣子 都是在照片上面的 就是出席過 剛剛講的西文財本法院的提訊 好了 座理之下 就是這個行政經理 英文叫做office manager 這個行政經理就叫做 沖標員 有人說是標 俗稱為標 原松標下 原松標下 原松標 原松標呢 就是香港駐倫敦 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這三個就是說 一把手 二把手 三把手 即基本上呢 去到第三的人呢 No.3 就是這個原松標 這個原松標之外呢 經貿辦當然有其他人 比較其他職位 比如說 有一位公共行政的總監 有一位新聞主任 一位海事顧問 以及兩位副海事顧問的 OK 剛剛講的 就是說有一個處長 還有兩個副處長的 那兩個副處長 那兩個副處長是誰呢 就不得而知 但起碼呢 黃海玲現在的重要副處長 那基本上呢 原松標是report to誰呢 當年是葉毓衛 是不是現在是黃海玲 還是兩個副處長呢 這叫做再查證 但無論如何都好 羅新安是一把手 之後就陷這兩個人 之後就是原松標 那原松標呢 都基本上衛高權重 整個 就是當是香港駐 倫敦的領事館 或者大使館 或者是大使館 那這個所謂的外交機構 就是香港特區派去的 那當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還有其他的機關的 那我先不論 那香港派在那個地方 的話 已經很奇怪了 如果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高度自治 那香港都不經常 有真實的自治的話 那為什麼 中國其他的廣州 上海 北京不會有ETO 但是香港有ETO 所以應該要取消 HTC推動一個 在美國的 HKETO Certification Act 就是希望呢 能夠取消 關閉這個 經貿版的 那現在呢 就在去年 我記得是年尾的時候 過了這個眾議院的外委會 那希望呢 未來這一年 未完結之前呢 盡快能夠上到 兩院的大會 可以審議通過 否則 再要再排過議程的話 未必可以 但這件事激起了之後呢 美國方面可能要加緊行動了 因為發現 原來 香港經貿版在倫敦 甚至可能在全世界 是情報機構 那這一點是完全不同 變成一個間諜組織 一旦變成間諜組織 就能夠關閉你 就像當時美國 怎樣對Houston的領事館一樣 那現在呢 那是不是對這件事 都要這樣做呢 那會不會中國 又對膽報復 要關閉 這個駐港澳的 這個美國的大使館 分分鐘都有這樣可能 那所以就 大家要看下去 外交怎麼play out 和美中有什麼變化 我先不講美國 先講英國 英國的經貿版 第一個被告 就是這一個 香港駐倫敦 經貿版的行政經理 他曾經出任 香港警隊的重要兩個職位 一個就是做水警 水警的 可以觀置警司的 警司 前警司 就是原從標 另外他是交通總部的警司 所以無論是水警 也有他的份 當然大家知道 昨天我貼了一張照片出來 就是他跟李家超的同學 來的 是澳洲的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這一間 讀這個所謂大學 他們都是公共行政碩士學位 在2002年取得 大家拍照 李家超聲稱 除了這張照片 我對他的唯一印象 就是這張照片 這就變成一個 當然李家超有很多 就是間諜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形式 讓你猜不到的 可以正常的人家 結婚生子 那這些是不是原從標 大家知道 那原來所有事情 鬥起來 喂 衰了你又不承認 李家超就說 沒有任何的 就是 所有的任何無理指控 都是很離譜的 就是說這些 是反對大家的自由貿易 自由經濟 但從來都不回應 他不是真的認識這個人嗎 但當時候李家超 在做什麼 不是做這個 這個報案局局長 或者做這個 警務處處長 或者是特首 都不是做這些 他當時是做總警司 即是總警司下面就是警司 你怎麼會不認識原從標 警署有多大 有多少個警司 總警司這麼大 還有你的同學 那你說 這個叫自學課程 因為李家超在2021年說過 他參加這個 澳洲的Charles Sturge University 這個公共行政碩士學位 都是自學課程 或者他跟這位 所謂的原從標 沒有深厚的認識 但你不可能 不懂 沒有聊過 是不是 你不知道他有什麼 痛苦 在你任內 他一直是香港 香港ETO的原從標 同路同報 大家都是 香港警察 你怎麼會不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才是其 這個是一個常識 這個是其一 當然是原從標的那些所謂 封攻偉跡是不得了的 有一個Hong Kong Aid 是叫港媛 是英國的組織 是一個民間公民的組織 他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 他就說 他的成員就說 當日是曾經 即有一天去到這個 香港駐倫敦經貿版外 聲援唐英傑案 因為唐英傑是 國安法第一個 所謂指稱犯事的人 他被重判九年 現在還要不得減刑 即23條立法通過之後 當時這幫港媛的成員 聲援唐英傑 結果是甚麼呢 這個原從標 拿了一把長鐵車 走出經貿版 看到滿地都是那些 當年是21年7月30日 2021年7月30日 拿了長鐵車 走出大樓 他們都說 你們做甚麼 這個就是call 你們做甚麼 這個真的 跟721的白衣人 死黑警 沒有甚麼分別 現在這一個 記住 袁從標 各位在英 講人主義 他住在 Hackney區 Hackney 不是我欲收他的 是誰說的 起訴書說的 Hackney 當然不會透露地址 但要起底 我都知道已經有人 在網上起到這些人底 我當然是很公道的 不會透露個人資料給大家聽 但記住 自己查一下 Hackney H-A-C-K-N-E-Y 這個區 其實離開 這個香港的 駐倫敦的經貿版 只是7.56公里 車程是36分鐘 相當近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袁從標 第一人 63歲 袁從標 下線 指揮哪個人 給錢給誰 給錢給一個叫做 衛志良的人 我們叫做Peter 姓衛的 衛生的衛 衛志良 他自己開一間 他在參與 他是一個董事 哪間公司的董事 是D5 Security 一間保安公司 即被人外判 去做一些打手工作 那麼這個衛志良 他就是2023年 訪問英國的時候 很多香港官員的保鏢 時任財富局局局長 許正義訪問的時候 也都被駐英港人 很多的抗爭者 去攔他路的 那麼當時候 倫敦金融城的警察 委任正就由衛志良 拿出來 阻撤很多的抗爭者 也都是這個衛志良 他重要的工作 更特別 因為他是 希斯路機場 即是每個人去英國 基本上是Hebriol 那就是Hebriol機場 下機之後 他就見到衛志良 衛志良是什麼呢 英國邊境特勤隊的成員 他的Volunteer 義工去做倫敦市警察特別警員 這個就是他的職位 即是說你邊境特勤隊 即是機場特勤 就是他做的 那麼機場特勤呢 全民他曾經 根據港元說 就是盤查過 interrogate過很多一些 疑似的抗爭者 即是你比如我去英國的時候 無緣無故被一個特勤隊的人 照過去 就好像在代表英國 去interrogate 其實他根本是 共產黨 港共潛入去 這個不是港共 因為被 港共政權 Eto委任 給了多少錢 給了錢給他的 專門是騷擾港人 表面上他是英國的機場 邊境特勤隊的成員 實際上就是一個 共產黨的下線 走狗 賣鷹賊 這個人住在哪個地方 Stains upon Times 泰吳氏旁邊的Stains 這個鎮 大家自己去看 沒有地址 所以住在那裡的香港人 打醒精神 我指導將他們三個樣貼在 我們這一節的 開始封面的地方 希望大家明白他是什麼人 看圖識字 自己 執生 第一 不要讓他損耀 第二 見到他 好好對待他 這個是38歲 很年輕的 第一個原從標 63歲 這個38歲 另一個 就是英國人 分分鐘是Matthew Tricket Very tricky Matthew Tricket T-R-I-C-K-E-T-T 37歲 他曾經在D5 Security做過的事 就是位置兩家公司 亦都是在Innovative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做過的事 他當然後來就轉出去了 D5 Security做了一個月左右 就轉去MTR Consultancy 地鐵一個 港鐵一個 MTR Consultancy 當然他跟港鐵無關 他起這個名字 專門來做顧問公司 做什麼顧問公司 其實他的政績就叫私家偵探 做安全顧問 基本上呢 做打手 OK 他本身居住在Madenhead Madenhead 他在這個Burks 白黑棍的 大家自己去看 他是 因為 有趣的是什麼呢 袁松彪和 衛志良 都是散停之後 剛剛不是說 起訴那個提堂的 散停之後 一個小時之後 分別 去不同方向離開法庭 但這個Matthew Tricket 就有趣 一直都不離開法庭 散得停了 好了 去到黃昏了 傍晚時分 當然在英國 陽光的 依然普照 你五六點的時候 依然出去有日光的 不要緊 那個時候 快要下閘了 被法庭的人趕你走 於是奪門而出 突然狂奔 掩面 不想面對大家 那麼很多記者 完全呢 take得到這個shot 大家看看 自由亞洲電台 Facebook裡面 基本上有段shops 有個短片 已經播出來了 那麼這個袁松彪呢 大家看到呢 他的情況呢 其實和衛志良 一定是相認識 那麼 衛志良呢 是和袁松彪相認識 衛志良呢 是和Matthew Tricket 相認識的 袁松彪 order給衛志良 Peter 即Bill to Peter 而Peter to Matthew Tricket 那麼 那麼衛志良 和Matthew Tricket 都有一些共通點的 剛剛說衛志良呢 他是做過英國 邊境特勤隊的人 為什麼他那麼顯赫呢 因為他做過英國 皇家海軍的 衛志良 Peter 他做過英國皇家海軍 而且呢 他除了做海軍之外呢 也都是做過 突擊隊的成員 去過阿富汗 是不是 去過這個 利比亞等地呢 去參與英國軍隊的業務 所以他基本上是出身軍方的 為什麼這件事 禁得英國媒體的一個青睞 每天電訊報 都是廣泛報道 其實有幾重的 他們不是關心香港 是因為衛志良 是英國海軍前成員 和現任英國 希斯路機場 特邊境特勤隊的執法人員 他變了一個鬼 這件事很大劑 還有Matthew Tricket 他以前是什麼 眾敬 皇家海軍陸戰隊 Marines 那這個Marines 是2007年 去到13年 做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的成員 而且呢 看見到是 做了六年 特勤隊的成員 即是說他受到相當 高階的 高階層的 精密的訓練 那麼 他曾經也都在 希斯路機場 那個邊境特勤隊工作過 接著去到 今年的二月 調任內政部 做移民處的執法人員 內政部 英國叫home office 即他們的執法人員 就在那邊做了 所以變了 這兩個其實都是 英國的執法人員牽涉其中 袁松彪在英國看來講 你的外國勢力 你是HKETO的人 OK 第三把手 接著你找我的執法人員 在一個地方搞亂我的檔灘 是可忍 屬不可忍 就這樣來的 OK 繼續來了 那麼 特區政府 就向英國 現在提出 嚴正交線 又說要求提交資料 要公正處理 確保 HKETO的正常工作 不受影響 說要敦促 英國政府保障 這些人 尤其是 國安名義 捏造事實 無視基本人權保障 任意拘捕 機壓 不好意思 那人沒有機壓 你正在保釋 說錯了 他說條文定義模糊 違背法律精神 赤裸裸的政治操作 干預香港事務 包庇反中亂港分子 現在跟反中亂港分子的包庇有什麼關係 這件事就是 由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你完全一人一肚 用你這些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 要批評英國的說法 批評你 我先不要說英國那套東西 人家有違憲審查的 有司法獨立 有輿論監督 也有構成要經的解釋 基本上是尊重法治 但香港的一直不尊重 二來你同樣都是 條文定義更模糊 更違背法律精神 任意拘捕機壓 你真是機壓 你看47人案 你看看黎智英案 你看看《立場新聞案》 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支聯會 很多很多其他的手足 不能進路 那些才是赤裸裸 暴政操作 干預香港人權 而且無視基本人權保障 濫用國安名義捏造事實 邏輯罪名的就是你 港共政權 就是你 中國香港特區垃圾政府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你不說 有口話人 無可說自己的有趣 另外葉劉就說 震驚奇怪 指控嚴重 而且呢 是相當嚴酷 和模糊的法例 他說呢 究竟都不知道什麼法律依據 他說呢 會尋求 希望特區政府 給這個法律援助 給這幫人 他說根本 不應該是 他們工作一部分 葉劉 那你不說 我就由此 我跟你說笑話 葉劉淑儀 你不要說我不知道 我也不說具體人 你幫國安傳話給已經釋放的囚犯 不斷做 不斷做 你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身份 行政會議成員身份 是不是你工作一部分呢 那根本不應該是你工作一部分 那你又做 有口話人 無口話自己 你整個機構本身不是經貿板 不是促進經濟貿易 根本就是情報機構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那全部這些情報機構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間諜機構 間諜機構 按照美國政府關閉 中國駐美國 侯斯頓的領事官才來 英國政府現在關閉 香港特區駐倫敦的經貿板 立即關閉 充公所有資產 起了所有的這些電腦 看完他的所有資料 立即查封 立即扣押 將所有人 要不去 起訴 拘捕 機壓或保釋 起訴 或驅逐出境 不守歡迎人物 這個是基本原則 不需要立法的 還有立即取消他的外交滑免權 所有沒有了 這個是基本原則 要做得狠才是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 大家看回這件事 很多已經港人的群體 已經開始行動了 我做節目的時候 分分鐘已經開始了 事關於今天5月14日 倫敦的時間 應該是1點鐘 下午1點鐘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時間 是不是8點、9點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 會去到倫敦的 這個 即是港府駐倫敦的經貿板門外 去做有關的示威 這個示威是由港媛香港AID去發起 我看到攬炒包、劉祖迪也轉發 就是會去到那個地方做快閃的示威 敦促英國政府檢討 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板的全球的 以及全球國家經貿板的外交特權 希望取消這件事 取消他們的外交特權 他們沒有所謂的 Foreign Immunity 他們全部可以得意起訴 因為這件事 不可以讓他們有特權 尤其是魏智良和Matthew Trigger 肯定不是外交人員 但是基本上 袁松彪是不是外交人員 身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倫敦經貿板的 第三把手 行政經理 他的外交特權去到哪個位階呢 要查了 因為 要視乎他究竟是什麼位階 這些所謂的領事館的人 相當於領事的特權 那是否歸為有立的領事公約所規管呢 那這個行政經理 他的特權又去到哪裏呢 那這個有待去澄清 但是即使你不可以起訴 你起碼要將他驅逐出境 或者是這樣 香港 英國的政府要玩得厲害些 將他收監 將他呢 盡量和他約談幾次 搞到他變成雙面蝶這樣 然後將他扔回香港 就一了百了 OK 用不著用自己的手來殺他 你用共產黨的手殺他就可以了 跟那些英國官員 給V字 給讚讚 給Yes yes 給深深 拍一張照 非常好 扔回他回香港 那這就是借刀殺人 另外呢 我們看到 Benedict Rogers Hong Kong Watch的創辦人 也說得很清楚 我樂見這件事 呼籲 而呢 全部在英的所有人士 包括英國人 香港人 Whoever 免受中國威脅 另外有一個叫做 對話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 IPAC行政總裁 裴倫德 我出名 Luke de Poofer 他也是 歡迎 英國政府這麼建議勇為 也都希望打擊到跨境的恐嚇 英國有位 前香港的區議員 張嘉莉 亦都是發起聯署 要求 英國重新審視 其實意思就是說 要廢除 和香港的外交關係 包括駐英代表的外交特權 這些都是很多人的呼籲 我想在英港人非常著弱 我認識的都相當不少 對這件事是相當很開心的 我是深感 與有榮然 香港人心真是不死 我們心裏面都有一把火 不要以為我們會忘記 這些官員 警察等等人的債 你想想這件事有很多的 因為你看一下 這個敢於的袁重錶 是前香港警察 現任的 這個香港經貿版的行政經理 再加上兩個 英國紀律部隊 或者叫做軍隊 甚至是叫做 執法的 前線執法重要人員 在裡面 所以不要忘記 袁重錶、韋志良、Matthew Trickert 三個人 三為一體做一件事 做著什麼事呢 起訴書是這樣說的 袁重錶指示其他四名 其他的兩名被告 袁重錶指示韋志良、Peter和Matthew Trickert 去做搜集情報 OK 惡意監視居住英國的民主派港人 講的三個名字 羅冠聰、蒙少達和這個攬炒巴、劉祖迪 另外就是用詐騙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那麼他就點到一點就是 我會講詳細一點 5月1號 試圖強行闖入一個民居的地方去做 那麼當然袁重錶 他最後就是保釋 回家 那些記者問他旁邊的鄰居 他是什麼人呢 那些鄰居竟然說他是一個 model citizen 是一個模範公民 那麼當然啦 那些鄰居就說 你們全部錯誤、拘捕他 那麼這些民居的意見呢 可以見到 原來這個袁重錶藏得很深 這些鄰居當然是蒙在鼓裡 此看表面不看實際 也都不知道間諜是什麼 原來間諜即是可以結婚生子 永遠是生活中 看不到、察覺不到的精譽 這個是李家超所講的一樣 李家超和他相識的嘛 所以他很清楚嘛 對不對 那麼從袁重錶所走襲到的筆記顯示呢 下面這幾個重要了 這件事不是袁重錶 而以他真正的主宰者 是叫做ETO 香港駐倫敦經貿版 簡稱ETO ETO是曾經查問網上追蹤他人 和上門核實地址的價錢 他不是代表他自己 他不是自己 他不是自己 他是用ETO的名義 去查問網上追蹤他人 和上門核實地址的價錢 問誰 問Peter 他就是 D5 Security的董事 問他 喂 報個價錢 我要你幫我呢 去網上追蹤那個人 上門核實地址 那麼核實什麼人地址呢 等一下說 就和Monica有關 這個ETO 要這樣做 所以申請是Client Client Client 法文叫Client 英文叫Client 就是客戶 是誰呢 就是這個 ETO ETO 講明ETO 就是先後向 Peter 慧智良 支付了三筆錢 由2023年的下半年 到2024年的上半年 其中有大概 七個月的時間 總共支付了三筆錢 三筆錢總數是 95,500英鎊 大概是93萬6千港幣 以上下 95,500英鎊 大概是10萬英鎊的錢 相當貴 就是基本上這些 是你幫我做事的價錢 那這筆錢相當高 我想找黑社會做事 都不會找到這麼高的 就是不然之呢 我不知道英國那些黑社會 有多貴呢 我真的不懂了 那你如果要搞成這麼貴的錢 是10萬英鎊 就是接近成皮的東西 不是 成巴球 喂 成球東西 你不行啊 那搞法的話 你是很貴的一筆錢 來的 接近一百萬港幣 93萬6千港幣 接近一百萬港幣 是做什麼呢 只不過是說 網上追蹤他人 上滿核實地址 你都不是叫人打人 你只不過是恐嚇一下他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然後說明了 這個原從標的筆記本 尤其是這個筆記本 也是在那個 Mathville Tricket 那裏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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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據也都會直接寄往ETO 這個是Mathville Tricket的筆記 在那個手機裏找到的 為何找到Mathville Tricket的手機 等一下說 就在Mathville Tricket的手機 找到一個單 就是說幾個字 ETO是我的客 OK 即是Peter找我 這個標找Peter 這些全部有通訊記錄 在各人手機找到的 而那個客 三方面都聲稱是ETO的 毫無疑問 如果你要dispute這個fact的話 不得了 因為已經寫得很清楚 Client不是原從標 或者位置了 而是ETO 第二樣東西 問價錢 就是說先要 作出邀請的 就是ETO ETO找他們做事 OK 而且指明 你們所有的單據 單據 比如Mathville Tricket 你就不要pass這些位置了 直接寄到Client Client 直接收 直接給錢 請單據 直接寄往ETO 不要經手Peter 或者Bill 嘩 不得了 原來ETO 這個倫敦 坐在這裡 公開了地址的地方 這麼厲害 要下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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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人 寄單給我 我給錢 啊 多豪氣 那麼 監視任務 明顯是 透過ETO 為了外國勢力 去取得利益 這是起訴書所說的 肯定為了中國 中國 共產黨 下面的國安 中國國安 香港國安部 都是同一個東西 CCP 去取得利益 那無論是 袁崇彪、韋智良 和Matthew Trickert 三人都從事 所謂的hostile activity 敵對活動 針對居住英國的港人 而當中 也提及過 羅冠聰 蒙少達 和劉祖迪 的名字 三人 早已 關係密切 就是剛剛說的 袁崇彪、韋智良 和 Matthew Trickert 事關於2023年才有新版國安法 2021年的時候 當時英國現在這個 202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 還未實施的時候 2021年 即是在大前年 已經指示 袁崇彪指示韋智良 監視羅冠聰 OK 而且要大家在網上有很多文字 討論 羅冠聰如何唱衰香港 和 形容這些年輕人 是叫做 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敵人 OK 而且 這個是 袁崇彪 尋過韋智良做事 覺得韋智良做得好 滿意他的工作表現 表示 將會繼續使用他 D5 Security的保安服務 繼續談論 什麼叫潛在的敵人 他說要拘除仇恨 甚至沒有 不只找他做這件事 涉及到很多中國大陸 中國的示威者 在英國 都是透過為去處理的 至於第三線 Matthew Tricket 被鄰居形容為 有線 有為 人家覺得他這樣 但事實上他當然不是這樣 Matthew Tricket 主要就是監視的執行者 他手機裡面就是一份文件 顯示 顯示 對於Christopher Moon 就是蒙兆達 以及劉祖迪 Finau 他們的行政收費價目 譬如2、3年的8月16日 當日的訊息顯示 第一次搜尋 先收你850英鎊 滿了1K英鎊收費之後 然後就看回 我們要做更多的一些搜集 每個人收750英鎊 750乘2等於1,500英鎊 寫在裡面的訊息裡面 甚至這個Matthew Tricket 是為錢的 他2023年的8月22日的訊息 問到究竟你 Peter究竟要我搞多少日 跟多少日 還有這些人 你想要找的蒙兆達 劉祖迪 他們住在哪裡 給地址 給日子 跟著 報價錢 方便我報價錢給你 整件事就是這樣操作的 英國每日電訊報就說 這三個人 在5月1日 試圖闖入西藥黑棍的Pontefract 一名 這個 疑英港人的家中 這個地方其實是很遠的 我都不認識這個地方去哪裡 後來一查地圖發現 是很近Litz的 我搭火車由倫敦去Litz 好幾個小時時間 其實倫敦的英國火車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快的 當然有快車有慢車 whatever 但是你跟 在德國的火車相比 其實它是相對慢的 OK 那是相對慢的 whatever 先不要講英國的基建問題先 就是 要這麼遠水路 由倫敦去Pontefract 這個地方有280公里 這個地方這麼近Litz 你都不找其他人 你就找這些人去做 那這個人要算出差錢的 喂 我搭車都要錢的 我和你斷鐘計 裡面有每個小時報價 啊 好像做律師做會計師 那樣幾開心 就是這班就是他們這樣做 事實上證明的時間點 就是2023年的12月20號 和今年的5月2號 收集監視和欺騙方式 這三個人就是聯同在一起 去助長去幫助外國的情報機構 去形容香港經貿管理的外國情報機構 去搜集資料 而英國的內政部Home Office 也下令 審查 全面審查邊境的特勤部隊 和移民執法部門 因為前者就是Peter White 韋智良工作的地方 後者就是Miffith Tricket工作的地方 他們所有的招聘 審查 監管的程序 要擺出來 因為呢 警方 和英國國安 甚至Miff5 我不知道 就會 加入調查 內政部要嚴陣以待 英國的保安 國家安全的大臣 保安國務大臣 董達琴 Tom Tugendach 這個都 我想是熟悉 香港的一些 advocacy的事實 都知道 很常聽到這個人名 英國的保安國務大臣 董勤達 表示 不會容忍任何企圖威脅 騷擾 和令在英任何人士 耿聲的行為 要捍衛人權自由 承諾是絕對的 國家安全和英國人的利益 是放在首位的 那這個就是表面的情況 記者再劃深一層去看 原來呢 這個顯示到這個村埗 才是收網的 是因為 緣 從彪 這個是 彪 冤 它涉及到 它 為什麼這件事會破獲呢 為什麼無端默示 每個人都會知道 是因為有件事 穿了崩 OK 幫人家去追溯 穿崩 這件事真是慘 就是 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 我這麼說 因為袁從彪 就是幫警察朋友去追溯 這件事呢 是不是涉及到公器私用呢 這件事就很值得 香港特區政府回答 記者應該問回 特區政府 喂 袁從彪 彪彪 對 你這個李家超 哎呀同學 是不是公器私用 呢 你不得剝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處 已經講明不是 它說 英國邏述罪名濫用國安民以列造事實 無視基本人權任意拘捕 機壓條文頂以模糊 赤落落政治操作干預內政 包庇份子 就是說 你不是公器私用 是公器公用的 你那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都說 挑釁這個中國 對不對 所以你沒得爭的 那你不是公器私用呢 某程度上是的 事實真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一個香港人 這個跟民主人士沒有關係的 叫Monica 那麼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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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誰能代替 你們為 那麼今天就怎樣了 Monica 就被 原受僱於香港公司 指控 即是她以前的老闆 指控呢 她詐騙1億5千萬港幣 事實上就是她自己落格 勾了公司侵佔或詐騙公司的錢 詳情不知 於是怎樣呢 你這些東西 完全你看起訴書寫得很juicy 因為寫到四十幾頁的時候 開始說這件事 她說呢 這個Monica 在去年 2023年的年底 就拿著BNO 就去英國 走路 拿筆錢還不走路 拿一格穿個櫃桶還不走路 那這間原來的公司 就找了一個姓Chuck的人 就叫WingChuck Chuck Wing Chuck Wing 我不知道什麼人 WingChuck 這個所謂的Monica 是姓鄉 陰逆的鄺民旗 那鄺民旗走路 卓詠呢 就是被袁公司 派到美國追訴的 那這個卓詠呢 原來呢 就是一個退休警察 這麼巧 就是袁從彪的朋友 於是乎呢 這個卓詠就拜託袁騰 香港經貿國版的第三把交椅 那他們兩個呢 就分兵分兩路 分別委任 衛志良 Peter White 去找Monica 其實他開始不是找羅冠聰 王兆達 和這個 Finau的 他就找Monica Monica框 框文旗 就是能夠追訴 1億5千萬港幣 還回給他 還回給誰 還回給原來的公司 這公司 找人找數 找人追訴 那麼 基本上勾搭起ETO 欸 奇奇怪就是這樣 ETO 這個 為從 袁從彪呢 就是自己拍心去做 他公器私用 幫這個人去追訴 OK 這件事完全公器私用的 衛志良呢 就被 袁從彪 Order 和這個卓永 Order 那麼 衛志良 Peter呢 和這個Mathieu Trickett 4月30號 430 不是穿梭機 就在Monica家裡 敲門 然後扭了字條 就扮了維修人員 就是敲門 看看他什麼反應 OK 沒有反應 第二天 夜晚 5月1號 勞動節那天 夜晚 就聯同這個卓永 就是呢 繼續拍門 就是這個衛志良 和那個 被員公司要求的卓永 加上這個 Mathieu、Trickett 三個人 一起上門 去拍門 有照片的 那麼你記住 安裝那個 CCTV的地方 拍到樣子的 他不是居高樓下這樣拍的 CTV一定要 和自己的臉 差不多平衡 我拍到樣子的 你戴帽也沒有用 除非你的帽子 整個遮著臉 你側臉 你側臉 OK 那麼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要知道 怎樣 比如保護自己家人 我自己都一樣 怎樣保護 家人 怎樣可以 有 應該要有的東西 例如我這個攝影腳架 一定有一支 放在我正門旁邊 每次有人這麼張開門 我一手拿著符柄 另一手是拿著 那顆東西 他不知道 馬太太太 一眼放下去 明白 但這個重要 各位記住 在你們門的旁邊 你可以裝定雷球棒 你可以裝定一些 所謂的射影腳 簡易夠厲害 因為最重要是力量夠 是一個 是一個 Leverage 基本上 你已經可以 立即 將他手上的空氣打走 如果人家有槍 立即去搏走 這個機會 起碼存在 如果你沒有工具 逃手 怎樣可能 赤手空拳 所以我想每個人 都要做這件事 人家就是 知難而退 我都很呼籲 因為我得到很多 朋友提醒 我現在都充分 Equip自己 因為和平靠實力 是吧 所以我們都要 好好保護自己 我都很聲稱和大家 大家都要好好保護自己 OK 好了 你有本事來 但我真是 正當防衛打死你 我講真的 正當防衛打死你 我不是有心打死你 但一定會有防衛意識地 去做我應該要做的事 OK 好 我講回你 好了 Monica 就報警 OK Monica會報警 當然就是 怎樣會報警呢 因為5月1號 她是拍門 然後倒水 倒水 潑水 灌水 然後強行闖入民房 Monica看到這個情況 然後報警 警察來 當然是塔Q坐這些笨賊 有了CCTV在那個地方 那些笨賊 我再講過三個了 卓榮 是吧 慧智良 Peter 和Matthew Tricket 三個人 基本上 尤其是慧智良 起碼 我看到一個起訴書 慧智良和Matthew Tricket 兩個人起碼 即晚當場被捕 假日 5月2號 這個 袁松彪 亦都是 在清晨的時候 即基本上過多幾個小時 清晨 被捕 你也有今天 這班司機是死黑警 以前 和一直以來 朝早5點、6點 去掃水別人家 去捕那些人 47人案的 高佬的 是不是 飛機師的 你們全部清晨 忽曉破門 要求他們走 不破門 清晨 去個地方拘捕他們 你也有今天 今早 鬼體也相同 抵你死 是吧 陸續有來 所以我不希望 這樣 亢奮了 沒有意思 陸續有來 就是 所以我說這些人 就是 遲早 會出事 五一 拉兩個 二三線 五二 拉完這個袁松彪 三個人一起狼獲 那袁松彪 是說明是透過ETO 執行特別任務 然後 然後之後 結果 因為幫助他的朋友 卓榮 去追溯 斷政 事態敗路 袁松彪全盤否認 聲稱幫朋友聯絡 而已 他拘捕之後 警方就開始盤這三個人 因為拘捕兩個人 兩個人就說 是袁松彪的 找我做的 拘捕袁松彪再次罵 哎 攤了你們手機 還有逐個來問 你們什麼人 香港經貿版 我 ring me a bell 喂 看看手機先 一看手機 哇 我聽到那些 那些這樣的留言不得了 喂 全部 一個 二個 都是 打壓著其他人 即是我今次 因為Monica案 找到你們三個人手機 看到裡面的內容 知道原來你們 打壓著 蒙少達 攬炒巴 劉祖迪 和羅冠聰 甚至在一個有組織計劃框架 這樣做的 哇 這件事炸開鍋了 不得了 是嗎 即是Mafu Tricket 給ETO的訊息裡面 就說 在線追蹤 檢查地址及敲門 包括親屬 和使用OSINT 就是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就是開源的一些情報 然後去做一些監視報告 甚至裡面的手機裡面 可以找到一份 關於 羅冠聰的監視報告 擁有了羅冠聰的個人資料 住址 他的公司或者協會 他們有關的監視的行程 和示威者一起相處 示威者的照片都在裡面 表明就是搜集這些信息 所以他開了花 因為Monica這宗案 開了新的花 而這個花就是和我們香港人 在那個地方安危非常有關 所以這件事我會和大家總結幾點 很簡單講一講我的感想 我講很多事實給大家聽 第一 這件事記住 匪蝶就在大家身邊 匪蝶就在你身邊 以前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 或者戒嚴時期 很喜歡講這句話 即是說這些人 哇 即不知是甚麼水來的 總之呢 就可以在你身邊 時常出沒的 第二 原來有人是公器私用 只要是拍拍肩膊 就好辦事 香港已經這麼飛色鼻 想不到現在這樣 你可以這樣搞 而還得到中共政權 港共政權的一種包庇 還用親信 第三 我可能會覺得擔心的甚麼呢 這三個人被人滅口 其實他們的危險比我 你危險比何志平 你太多東西知道 那你說你有沒有這麼重要 要滅他們的口 不得了 你這樣咬下去呢 暈開它會怎樣呢 喂 黃海玲副署長 這個是經貿版副署長 署長何新安 是不是知情的 找這個 我原從彪的手機和電腦一看 全部知道 是英國有沒有樣子出來的意思 OK 你說這件事可以通過 外交的一些做法 來可以把它平息 我覺得越來越沒有 因為你看看 每日電信報已經報導 全世界都知道 這件事其實應該成為一個 全世界都關注的新聞 而這個事實很清晰的 這個原從彪 2023年的3月7日 曾經在 跟這個倫敦華埠商會主席 中國城的老闆 這個鄧柱亭 坐在一起 出席活動 推介香港 怎樣厲害厲害的時候 說好香港故事的時候 跟這個人坐在一起 這個人 其實就是CCP的機構的人 我們全部都是CCP agent 你中共的爪牙 中共的間諜 奸細去做事 對不對 你以為共產黨會保得你住 你以為戴口罩 或者窮兵就可以 反而Matthew Trichert 他受到英國 為智良 兩個 會受到英國很大程度的鞭撻 但是英國會怎樣處理 原從彪呢 會不會高高捧起 輕放下的呢 這就是要小心 為什麼英國政府會處理Peter 和Matthew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 英國的紀律部隊 重要的執法人員 他不處理誰處理 還有這個和英國本土的安寧有關 但你原從彪 我會驅逐你選手 所以怎樣玩原從彪 也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還有你用原從彪 勾了整個ETO的線 而且告訴大家 現在你沒得咬 client Matthew Trichert的筆記裡面 已經寫得很清楚 client is eto 你沒得咬 這件事不是原從彪 單一的事 個人的事 是整個香港政府要做的事 那不得了 第四件事當然 當然 就知道 這個 貪心 是不是 或者說你做這件事 會出事 而 說到沒有 就要追擊全世界的ETO 要關閉 關閉全球ETO 是應該大家 大家公益 開始我也會覺得 ETO 未必一定要關閉 因為 如果它是經貿版的話 可能會有對等反制 但現在一定會關閉 因為有證據顯示 是這樣的情況 英國都會怕會對等報復 即我關閉你的香港駐英的經貿版 那你香港政府 分分鐘又會去清招 英國駐港的領事館 大使館 那這個 英國政府要重新考慮一下 究竟怎樣做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想法 但我覺得 起基本 就算你關閉 ETO之前 我覺得有件事很需要做的 就是什麼呢 宣佈ETO就是一個情報機關 然後起碼 將你幾個人 有證據的就起訴 沒有充分證據的就驅逐出境 包括處長、副處長 和一眾官員 都驅逐出境 趕他們走 或者起訴 有證據的就起訴 沒有充分證據 但重大嫌疑的就是驅逐出境 不受歡迎人民 這就是我的呼籲 那起碼導致英國都會少些這樣的問題 同時看到 英國被共產黨這些 丁鞋去橫行 是不得了的 就是這些根本上是在做鞋的行為 套完一個基本的邏輯 很多人就會說 哎呀 你就是 就是去指責這些東西呢 就會說 你批評這些這樣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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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TO的人 包括袁松彪 葦枝良 Maffrey Tricket 是你羨慕 是你妒忌 是你妒忌 然後你就採取行動 啊 你們內卷了 小龍DNA 是吧 國家的人 打國家的人 打國家的人 為甚麼事呢 產平主義 啊 那不得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是 很奇怪 或者說 香港人鬥回香港人 在英國的時候 地方 香港應該幫回自己人 嘛 喏 你羨慕這些 原從彪拿錢啊 給錢啊 譬如威智良 我可以拿到成 九萬五千五百元英鎊 你羨慕 你妒忌 於是你對威智良呢 代表你內卷 小龍DNA 中國文化DNA 產平主義啊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當然不可以這樣說 我想沒有人會認同 那我就不知 為何有人會認同 其他人講的那些話 我再講一次啦 接著有些港府說 我適當時候會回應的了 啊 我們最緊要呢 就是要提出嚴正交涉 我們否認 我們予以否認 適當時候予以回應 那你就接受 好厲害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我就是說 今時今日 這班這樣的狗奴才 一定會說 法官大人 我不認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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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大人 怎麼說呢 法官大人 我不認罪 啊 就用這招 這件事 他到庭審了 出庭了 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 這件事 絕對不涉及到有沒有侵權 也都不涉及到有沒有詐騙 這件事的本質只一句話 浪子回頭 不涉及到有 金不患 希望呢 有關人等 有過則改之 無過則加免 是吧 機會就 還在這裏 遲兩個小時我就再講 好嗎 我們先講到這裏 下一節再講其他股市